Bismillah, Alhamdulillah, Salafissalam, Arasulillah, Akhadhnafidda, Alhamdulillah, Hammiya Tuhi 平,博辞,恒辞的安拉之尊名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学习到了Tahidda的重要性 我们人被创造就是因为Tahidda而被创造 今天我们学习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 第四项 要解释这本书的内容 我们前面讲到三个基础是丰康当中也要被问的三个问题 谁是你的主 什么是你的宗教 谁是你的先知 我们现在学习第一个基础 谁是你的主 无论每个人问你的主是谁 他怎么回答呢 你怎么回答呢 他会回答说 我的主是安拉 他调养了我 什么是调养我呢 他创造了被造物 安拉赐予被造物 挤养 这些都是调养 第二项要更高一些 派遣使者 并且传达经典 有些是和你的身体有关的 有些是和你的精神有关的 安拉赐予创造了所有的被造物 给予他们充足的积养 为他们派遣了众先知和众使者 以及所有的经典 所以说 调养的主就是创造者 所有的人 关于对宗教方面的需求 以及对金氏方面的需求 一旦有主宰存在 就必定有崇拜主宰的 这就是认主独一 认主独一这一项 人们都不予以否认 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 自己是被造的 而不是创造的 作为一个被造的人 他应当去感谢创造 所以我们知道了答案 谁是我们的主 我们说 你应当说 我们的主是安拉 安拉 调养了我们 通过创造 通过给给养 通过派遣使者 众先知和众使者 通过这个使者 传达经典 所以调养的主 是这一世应当被崇拜的 那 阿拉存在的证据有很多 有关于我们理智上 可以思考的证据 还有经典当中 所传达的证据 如果一个人好好思考自己 关于自己的身体 好好思考这个世界 那么他会知道 安拉主的存在 谁如果把崇拜的功修 转变 从安拉那里 对安拉做的功修 转变到安拉以外者 一点都是属于 因为崇拜 只是安拉独享影响的 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人 都要学习这方面的教法 我们在这节课 我们在课中当中学习的 只是我们对于行为如何判断 而对于某个人的判断 那是法官的判断 不是我们 至于某个人是 某个人是干异端的人 某个人是干罪恶的人 这由法官们去判断 由大学者们去判断 而不是我们去做的 我们去学习 某一项某一项的行为 我们去判断这种行为 是合法的和非法的 有些教法的事项 是需要向学者们 法官们去请教的 这些课我们学习到了 我们如果回答 谁是你的主宰 当中学习 明例八月 跟 wym成长 让这uito法 这是胡同